跟同學分享一下跟我們路徑合併有關的一些方法跟利用 那有時候像我們都知道日本服飾會非常有特色的海浪跟海文 那個其實影響到很多一些印象派的畫家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假設我要用Illustrator來畫出波浪一波一波一層一層的感覺 那我要如何去畫呢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最簡單的就是曲線線段工具 請你注意這條線段你可以按Shift可以在一個水平線上 請你畫長一點不要畫太短像這樣算出來不漂亮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所以你可以點選到我們這個比較長的直線線段 那實心色就讓它先用透明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效果下面可以去選擇 這邊有很多的扭曲跟變形 那這邊可以選擇我們的螺旋 你可以針對這個螺旋去做測試 比方說我們現在打一下180度好了 按下確定 它馬上就有一個波浪型的感覺就出現 那如果說你現在這個線條畫太短的話 你再去套用它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它那個層次會比較硬一點 它會有直線的這種一砍一砍的感覺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順暢 所以我請同學 要拉長一點的原因就在這邊 好 那我們完成之後啊 接下來就可以繼續怎麼樣來看一下 這個波浪的線條啊 是不是你喜歡的角度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再更細長一點 好 那所以那怎麼辦呢 要注意喔 我這邊選得到它嗎 選不到喔 不是當機喔 是正常的 因為你剛剛畫的是一條線 所以只要選這條線才選得到它 所以呢 這個地方是誰畫出來 是Illustrator算出來的 好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要改變這個數值 不是在這邊再選一次 新版的Illustrator CS5裡面呢 它很重視備份概念 它全新的備份概念呢 只要是這個是電腦算出來 不是你畫的 它通通放到外觀裡面 所以請你把外觀打開 好 長這個樣子 這邊呢 就會出現一個螺旋的一個選項 所以你覺得這數字不夠 或者你忘記你剛剛設多少 你就可以把外觀叫出來 選到這邊有個螺旋 這個時候呢 欸 原來你剛剛設的是180度 所以我覺得不夠 我可以再打多一點 360 好 有沒有 按下確定 好 它就更旋轉了 有沒有 這個角度又更大了 好 所以這假設 欸 這個我滿意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相關的設定跟 縮放一個動作 那比方說我把這條線啊 要縮小一點 縮到這麼小 可是這樣縮 有沒有發現它已經不好看了 好 這樣就不好看 我們剛才講說 你一定要還是要畫大一點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難道我不能縮小嗎 可以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程式運算 那個線條怎麼樣 實體化 好 因為它這個地方啊 目前呢 都是用電腦算出來的 我們現在必須要先把它展開 好 變成實體化 好 所以我們選到這條線之後呢 我們可以到我們的那個物件 下面選擇擴充外觀 它是外觀對不對 把這個外觀給它擴充掉 把它展開掉 點選之後你發現說 欸 這個的節點就出現了 你就選得到它了 有沒有發現 好 那這樣的話這個時候 再來做縮小的動作 它線條會維持 好 很平滑的一個感覺 好 為什麼剛剛這樣不能直接拉 因為它是程式運算的 同樣角度要往下細算的時候呢 它沒有辦法去計算出那個最漂亮的一個角度 所以說呢 我們就把它擴充掉 擴充掉之後呢 再來去做縮放 那這個線條就維持你剛剛所做的那樣一個弧度 好 這樣的話就很漂亮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假設啊 利用這個螺旋文做一個簡單的海報 好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 好 選到我們要的位置 好 然後呢 再去選擇我們要的毛點 然後按Alt 移動複製 好 就對好這個交集點放開 好 那再新增的物件呢 還在選取中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Ctrl加D 然後每按一次就會新增一個 好 那我們可以再一起選擇 好 再去選擇一個比較小的一個部分 好 然後確定一下它有超過你的畫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邊有超過就可以了 好 那好了之後呢 要特別注意到齁 他們現在其實都還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欸 又來了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Ctrl加J 先選到這個頭尾 記住喔 不要選太大 因為這樣同時選到好幾個毛點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選到那個兩個交集的地方就好 然後這個時候再來Ctrl加J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呢 很快速的把它連成一線 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你要個別畫這些螺旋文的話 一定都大小不一樣對不對 好 所以最棒的方式就是畫好一個 用複製的然後再把它們接在一起 好 當你很快速的把這些線條都接起來之後呢 我們隨便選一個 它是不是就變成一起動了 好 那這樣就變成一長條 那這一長條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利用移動複製 去調整一下你想要的一個位置 假設我要設計一張海報 那它是一個螺旋文的效果 那海浪啊 由下面是比較近的 那越上面越開 那你就可以稍微去調整一下它的一個篇幅 好 那很快速的呢 那我已經調整完這個篇幅之後呢 接下來我想要它上面能夠填色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啊 一個矩形 畫出一個跟你頁面一模一樣大的一個矩形 那這個矩形畫好之後呢 假設我先給它一個 基本的一個海浪的一個藍色 淺藍色 那框線把它拿掉 我把它移到最下面去 好 移到最下面去之後 你看到這個線條還在這邊對不對 好 那這個線條你可以一起選 好 然後先Copy起來 好 我們換個顏色好了 換白色 好 你有發現它已經變白色了對不對 好 那我把這個線條選起來 先Ctrl加C Copy起來 那Copy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我們的 路徑管理員 那路徑管理員這邊呢 好 第一個叫分割 分割其實就是把你的線條 變成一個刀子 把下面的那個物件啊 做裁切 跟切割的一個動作 我們在下面畫了一個藍色的一個巨型 它是死心的 那白色這個就是一根一根的 一把一把的刀子 而且它是有形狀的刀子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選 確定 白色的線是在藍色的上面 所以你看得到白線嘛 所以一起選之後呢 這個時候怎麼樣 按下分割 這個時候呢 它就像切蛋糕一樣把它切開了 好 我們選到這個藍色之後啊 記得喔 解散群組 Ctrl Shift加G 我們再來分開有沒有 它就切成一塊一塊的 好 非常方便 也非常好看 這個層次是不是就非常多 那好了之後啊 你只要呢 稍微的去調整一下它的顏色 比方說啊 像我這邊選一個顏色對不對 我們可以一起整個啊 一起調 比方說我下面是比較深的 我就先選好一個顏色 按確定 然後呢 再往上面 讓開一個不要選 然後再選擇我要顏色 垂直往上 它就會同一個調子 而且呢 開始變淺 有沒有 好 像這樣子 可以繼續再往上一個層級 好 就越來越淺 好 像這樣子 好 那它馬上就會有一層一層的部分 這樣一層一層上去了 那不要忘記我們剛剛有複製那個線條 對不對 我們可以貼在原位置的正上方 Ctrl 加 F 好 然後呢 這個 因為日本服飾會啊 它的一個線條勾勒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只要把它在上面白框再加上去 那個味道啊 就馬上就會出現了 所以你這個上面就可以再打個什麼字啊 比方說我今天是一個 一個日式風格的一個 一個出銷單 好 按摩